這裡是台北賓館的二樓 蔡英文當時就在這裡接受NHK的專訪 日治時期的時候 育人太子也就是後來的昭和天皇 在訪問台灣的時候就是住在這裡的 透過場地的安排 讓人感受到尊重還有細膩 是蔡英文在爭取國際支持時的方法之一 而二號的賴清德還有蕭美琴就說 他們是可以延續蔡英文路線的人 不過呢 恨在眼前的事必須化解人們的生活壓力 像是低薪高房價 所有人都在看賴消要拿什麼樣的態度 來面對年輕人的挫折 我參選2024總統的搭檔人選 就是中華民國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大使 希望你勝利這個火線 未來的火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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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營兵 台灣最佳人的營養 也是我們未來的 火營兵 小日齊 我們在臺灣的火營兵 台灣未來的火營兵 小日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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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和團團團 有多牛龍 小發連結 大家歡迎 小日齊 好 往上跑 來 就算把眼睛閉起來 只聽聲音 也聽得出聲音主流的雀躍 賴欣德和蕭美琴一起離開 立委邱毅營的造勢場 支持著夾道歡送 加油 賴清德邊和民眾道再見 邊轉頭和小美琴說話 賴清德分頭幫立委衝選情 一路往南開 窗外夕陽 美麗炫目 小美琴卻不見得有心情欣賞 很累的時候大概就是 如果在車上就可以瞇一下 對 但是有時候壓力大 也不一定睡得著 回來這陣子他清楚明白 立委的整體選情沒有總統的好 他腦袋轉啊轉的 都是那一區基站 那一區恐怕會掉 但是還是得閉目養神 因為這一天早上 不到六點就起床了 賴清德出現在高鐵板橋站 這是她從美國回來後 接受的第一個貼身隨行採訪 好 很早喔 對 不是每一個出門 有大批水庫跟著的政治人物 在搭大眾交通工具時 都願意被隨行採訪 車子還有十分鐘才進站 不管坐什麼 小美琴都習慣找到 她沒坐下 而是和隨後一起站著 一人獨坐 眾人都站 不是她的作風 國務卿是民進黨的青年軍 第一個遇到的民眾是支持者 一行人一下到月台 馬上感受到旁人投射過來的觀察眼光 突然小美琴向前方點了點頭 手還揮了揮 原來是同意拍照 謝謝 拍完了一個 還有其他的呢 在高雄嗎 在高雄 真好 我要去玩 語氣聽得出羨慕 謝謝喔 要你們支持 你應該是外國人 外國人 哪裡人 這邊站好不好 她挺會跟人聊天的 你這個貓帶 跟我有合 聊著聊著 她手還搭上了這小姐的肩 不到五分鐘 四個年輕人主動上前拍照 小美琴這一個副手 可以拓展年輕選票 看來不是江湖傳說 那你早上出門的時候 就要先把貓餵一餵 對啊 今天會晚上回來比較晚 她眼神有些往下飄 像是在看什麼 你這件不錯 這件啊 台灣 對啊 原來是T恤上小小的台灣字樣 吸引了她的目光 穿T恤 也是寫台灣的 她外套上頭有台灣 裡頭T恤也有 這不是因為要去選舉場 而是她高中 大學 研究所 都在美國念 再加上這幾年的駐外經驗 各類的台灣T恤 是她衣櫥裡的必備單品 米黑配色的大型帆布托特包 她始終自己背著 一坐下稍稍喘口氣後 該做的功課還是要做 你知道他們資料裡面 還有講稿 你還會在看嗎 沒有講稿 但是有一些背景資料 例如說他們這幾年 努力爭取的一些 重大的建設 這天要去高雄屏東 幫自己也就是賴小沛 和六個立委候選員 站台造勢 我不太習慣念稿 可能還要養成一個習慣 但是自己目前還不太習慣 等等你就要換她上去 鼓舞大家士氣了 在國際上被孤立打壓的同當下 還是能夠成功的造出 我們自己的潛艦 大家有節目好不好 有 做什麼像什麼 在什麼場合穿什麼樣的衣服 這對她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接見外交官的時候 她就是那個外交官上身 就是那種國際的蕭美琴 可是她跑到選舉場的時候 她就會變成是那一個 大家熟悉的選舉的蕭美琴 蕭美琴我愛妳 小男生聽完了演講 一看到蕭美琴走下台 馬上跟上前去 老少通吃 有人說 只要有她的腸子都爆滿 全世界已經開店鎖英文 連對街都滿滿的人站著聽 這會是單一場刺嗎 高人氣不分日夜 也不分地獄 這會不會讓她暈船 我們捕捉到了這段對話 李昆哲 不要我愛客人 我們都要高興一下 加油 和蕭美琴對話的事 爭取立委連任的李昆哲太太 眼看時間還夠 她說可以講久一點 但是蕭美琴婉拒 一直想照顧三名顧問李昆哲 大家要聽你的話 總統金票要打偶像 六千點 她的肇事長演說 通常從感情開始 不如同金票 讓我這樣 平靜到 再到拜票結束 場場都控制在十二分鐘內 誰都來話 李昆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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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美琴 跟薩霧中統 根據大家的禮組織維王 賴箫各有專長 也都各自有份 賴清德是狗派 小米琴姐 貓派 我們狗派 貓派 二團姐 守護台灣 賴清德到底是怎麼讓小美琴點頭的 我們的羅富總統 都派邱議員 我跟他派一半派兩半 走到美國來幫我順口 第一次去大概是七月份的時候 七月底的時候 那我有一天我就打電話給美琴說 給美琴我正好哪一天到哪一天 有個空檔我想去美國看看你 他就很開心的說 好啊你來啊你來啊這樣 到了美國之後我們當然 就一開始也是假裝沒事這樣子 那一天晚上才開始切入主題 他就說我就在想 你該不會是要來勸我回去選舉的吧 我覺得你應該不會這樣對我 這樣也對 那不過那一次其實他並沒有答應 大畢復感謝大畢來胡總統小米琴 那時蕭美琴給了四個字 省勝私跑第二次則是三個月後 差不多快十月底的時候 其實我跟喜耀秘書長那一次的旅程很 很辛苦 因為我們要避開國人的目光 所以我們不敢做國家的航空 我們就去選了那個美國的航空公司 然後就待了差不多三十個小時 就又再這樣子飛回來 秋米斯代表賴清德 臨時要代表蔡英文 這兩個老闆讓小美琴終於點頭 答應前她曾經打電話回台 跟琴如哥哥的李昆哲討論 我說妳就很愛做外交 這是妳的專業妳做得很高興 但是這次總統選去是那麼多 所以我就跟妳說 妳到底是要台灣比較多 還是要妳自己比較多 要妳自己去考慮 他們有陣子沒一起吃飯了 李昆哲想起二十年前的一頓小年夜飯 小美琴把貓視為家人 貓時而慵懶 時而謹慎 靈活得很 而它的外號就叫斬毛 我在美國也見識到了他們的政治對立 但是也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一直非常小心的 不能讓台灣議題捲入 他們的內部的政黨競爭上面 而是凝聚最大的團結跟支持 就這一點而言 我非常感謝美國各界 大家能夠超越自己黨派的成見 能夠團結的來支持台灣 那我覺得他們願意這樣了 我們台灣人更應該放下自己 政治對立跟黨派的成見 尤其是對外事務上面 這是蕭美琴三年半前 剛赴美舊認識 在駐美代表處門口拍的照片 注意到沒有 國旗擺在門內不是門外 駐美代表處門口那個國旗 有時候可以出去透透氣嗎 你說門口那個不是都一直擺在那裡嗎 中國是每天會來尋 國旗擺出每處的大門外 有主權的象徵 中國抗議可以理解 只是這有重要道需要派人排班來尋嗎 小美琴於是這麼做 如果我們倒是辦了不少那種戶外人申請活動 這一場選舉 不是戰爭跟和平的選擇 因為戰爭跟和平不是靠選擇而來 其實反而是我們可以決定的 是要民主還是要專制 台灣幾十年來 一直都是在民主跟專制之間做選擇 但是紐約時報報導 台灣年輕選民已經厭倦了兩岸 還有地緣政治的議題 低薪 房價 詐騙等議題 可能左右選舉結果 有的問題是因為整個外在環境 情勢 那有一些問題 也有少部分問題是我們 可能自己在規劃的過程裡面不夠周延 這是在跟人們承認 政府的確可以做得更好 要做解決問題的人 一定要能夠用心傾聽 要有同理心去了解 我們所遭遇到的困境是什麼 請聽 但是不論畫大餅 這是蕭美琴的領導學 大家要選我們 就是要讓我們不斷地進步 所以即便我們做了很多 我覺得我們永遠都有在進步的空間 今天的台灣 其實是全球新的供應鏈重組的時候 非常重要的一個國家 因為新的國際的經貿體系 是非常重視信任 安全 創新這些元素 經濟這題賴清德理性 講產業 講目標 小美景感性 同理人心和情緒 兩個搭配有軟有硬 2025年 我們再有一次 一起用美德贏台灣 好不好 如果只贏總統這局 賴清德想做的事 不會那麼容易 前兩天 哇 跑了很多行程 一天都大概跑十個左右 好 同樣跟著 大家一天同樣跟著 一天同樣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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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拚 是為了從國會過半 也是給年輕世代集會 我受惠以民主勝地 台南父老鄉親的栽培 那我會更加的去體會到 有一些堅困選區 這話背後的意義是 過往選舉的不敗紀錄 賴清德很認真沒錯 但卻更有著選區優勢 只是 這要從當事人口中說出來 不容易 因此這一回幾個 第一次選立委的年輕人 賴清德站台的次數 已經快超過五次了 強棒出擊 強棒出擊 就連剛回來 沒多久的蕭美琴 也展開了鋼鐵般的 輔選小集行程 蕭美琴 加油 我早期在立法院的時候 我們並沒有國會的多數 所以知道要很多的改革 很多的法案 甚至是預算的爭取上 如果遇到一些 為反對而反對的杯葛 或者是困境 其實會消耗很多的精神 在內耗當中 內耗的確是阻礙進步的元凶 但是可以預見的是 不管總統最後所出現 國會有很大機會 就是三黨的夥伴 這更加考驗 擁有權力者的溝通協調 然後整個能力